今天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一局我用的是小白 众讨的就是啊 在MC里面 骷髅是一个远程单位 而这场比赛的目标就是 双方比赛击杀50个敌人 我手里的弓箭 配合我沙体般的技巧 那必定可以轻松取胜啊 嘿嘿嘿 我来了 我射 我射 我再射 我射 我射 哎呦喂 我貌似一发都没有打中啊 还碰到一个偷袭我的 可恶 不知道我浪里小白龙的称号 是怎么来的吧 给爷死吧 nice 帅 哪里还有人敢挑战我 被我逮到了 嘿嘿 呵呵 嘿 这就不行了吧 下轮找找 哪里还有敌人啊 发现了 居然还有这么多 小伯伯 让你们瞧瞧 什么是射击高手 哎呦 汽车可怪 对面走位 怎么这么好啊 给我急的 使用磕头战术 我去 史迪夫伤害还挺高啊 看来我不能跟他硬钢了 还是要拉开距离 哎呀 我的这些队友 让我一点表现的机会都没有 我很难搞哦 我很难搞 又到我表现的时候了 啊什么 赢了 可恶啊 我都没有操作呢 一定是刚才的英雄选择的不对 你们看啊 才干掉了三个敌人 这个结果啊 我是一万个不能接受的 重新选择 哎 这一次啊 我们使用 味道士 味道士是 MCTR城中的怪物 你们看他 省持一个大幅 就知道是不简单的角色了 让狼狗我操作的话 必定能够大杀四方啊 重 嘿嘿 这次地图在水族馆啊 咱们先寻找敌人 哦 来了呀 狭路相逢勇者胜 看看咱俩谁更猛 看来是我略高一筹啊 从天而降 霸气登场 这人都太不敬打了 一下子全没了 还有没有人呢 施我一服 再来一下 搞定 谁能吃我一食 我就问 谁能吃我一食 哎呦 一群人上市吧 我可不怕 来 怕你们不成 现在我如同一个战神 我就是广场舞之神 我只想问一下 这个广场到底是谁说的算 还有谁 还有谁 我到底是击杀了多少个史蒂夫和亚克利斯了 数都数不清了 我只知道 这个味道师是真猜好用了 哎呦 正好碰到一个刚复活的 不好意思 你又得等复活了 我去 又来一个 这帕浪哥拿分少是吗 好嘞 这一局也拿下了 不同于第一局 咱们第二局 可以说是立大功了呀 击杀了25个敌人呢 要知道 总共50个击杀就能获胜了 浪哥攻陷了一半呢 太强了 好了 小伙伴们 这就是MC里边的骷髅和味道师了 其实 这个骷髅一点也不过啊 可能是浪哥操作出了一点小个问题 不过 味道师是真的强 推荐你们使用哦 那么大家 还想跟浪哥玩什么植物或者僵尸 可以在朋友圈里留言告诉我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